贾千金绑定了宠爱系统 我多讨好爸妈一次 爸妈就更心疼他一点 最后 他成了爸妈心中唯一的小公主 而我 被霸凌被欺压 被赶出家门后 还被他的系统抹杀了 重生后 我看着他满脸诚恳地劝我 姐姐 妈妈要回来了 你赶紧端洗脚水 讨他欢心啊 笑死 都重生了 不发疯 难道还发好人卡 咦 姐姐 爸爸出门前才说想吃黑椒洋葱牛仔骨 还有三个小时他就回来了 你还不准备 妈妈已经出现在楼下了 你怎么还不去端洗脚水讨好他 对于顾小然这理所当然的要求 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我冷笑着 起身去打了一盆热水 在他得意的眼神中 我毫不犹豫地 将洗脚盆里的热水 拖在了他脸上 啊 被凌晨落汤机的他瞪着我 你干嘛 姐姐 你就算是不愿意 也不应该泼我水吧 我可都是为了你好 你讨好了爸妈 他们对你就好 你刚刚被他们找回来 没什么感情的 只有这样 你才能在这个家里立足 听着他观点堂皇的解释 我只觉得可笑 是啊 都是为了我好 只要我拼命讨好爸妈 他就可以凭借绑定的宠爱系统 让爸妈对我的喜厌度 百分百转移到他的身上 上一世 我就是一次又一次的 用尽全力去讨好爸妈 去融入这个家 可爸妈 却逐渐对我厌恶了起来 你妹妹这么懂事 你怎么就不能学学他 你妹妹的心思 都是孝敬父母 你怎么就想着 争夺宠爱呢 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对你们都是一样的 好了够了 我不想听你解释 你这样钻银取巧的人 怎么配留在我们顾家 从此以后 你不许对外说 你是我们的孩子 还是在我死后 才知道他绑定了系统 我被设置成了 宠爱转移的对象 我越讨好爸妈 爸妈就越厌恶我喜欢他 我累死累活 他坐享其成 重生 就是上天对我最好的发疯机会 你属塑料带的呀 这么能装 爱讨好 怎么自己不去讨好 爱洗脚 那你就洗个够 恰好这时 我妈开了门 看见满地狼藉 和湿透了的顾晓然 愣了愣 怎么了 顾晓然委屈巴巴 但为了让爸妈 对我的好感 不会受到影响 主动替我说话 没事 妈妈 是姐姐给你打了洗脚水 我不小心弄倒了 姐姐真的很孝顺你们呀 念着你健身一天疲惫 早就准备好了 我妈却皱了皱眉头 看向了我 这种事情 自然有女佣做的 你一个千金 不用做这些事情 我毫不留情地开队了 我可没想给你打洗脚水 别自作多情了 她身上的水 是我故意泼的 果然是受到系统的影响 我说这些后 我妈的眉头竟然舒展了 顾晓然满脸的不可思议 傻眼几秒后 才跟爸爸笑了笑 没事 我不怪姐姐 姐姐毕竟是从孤儿院里 刚刚接回来的 心里有创伤 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的 妄想勾起 我妈对我的愧疚 不可能 我狠狠瞪了她一眼 你是在可怜我吗 我需要你可怜吗 我是真千金 你只是个冒牌货 整天满口都是什么孤儿院 是在炫耀你 拖走我的十几年吗 顾晓然眼里闪过愤恨 但碍于系统的原因 她又不能直接回怼 半晌 脸通红 却一个字都没憋出来 而我妈 面对如此嚣张跋扈的我 既然露出自责的表情 哎 都怪我们 不小心弄丢了你 原本 你应该有美好的童年的 嗯 系统的功能还是挺强大的 我记得上一世 我小心翼翼的 讨好家里每一个人 而他们对我的态度 却越来越差 你每天不想着 好好提升自己 做这些古代丫鬟 做的事情干什么 我和你爸还没老呢 用不着你这么伺候 不好好学习 满门心思 就放在和你妹妹争宠上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够了 当初弄丢你 就是应该的 之后也不应该找回来 而现在 我猖狂又嚣张 竟然还让我妈 对我更加愧疚起来 可见 那句话说的还是不错的 想成功 先发疯 好了 小然 你姐姐脾气不好 你就单待单待 以后也不用让她 给我们打水什么的 做好你自己就行 顾小然眼里 闪过半秒震惊 咬了咬唇 没再说话 为了让我妈更加厌恶 我自然也没给她 什么好脸色 好了 闭嘴吧 别打扰我回房间 上了二楼 刚刚关上门 顾小然便敲响了房门 姐姐 你今天是怎么了 你为什么对爸妈这个态度 我记得你不是说过 你很想在这个家里 留下来的吗 你想要留下来 就得好好听我的话呀 你越是这样 他们就越是讨厌你 看着他满脸写着的 我是为你好 我没犹豫 直接甩了个白眼 留不留下有什么关系 我想什么态度 那是我的自由 你最好别惹我 不然我的耳光抽你信不信 他显然是不信的 张开大嘴 搁了一顿逼逼赖赖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说话呢 你知不知道 爸妈最不喜欢粗鲁的孩子了 你要是还想留在这个家 你最好 耳边一直嗡嗡 烦得厉害 我直接抬手 打了他一个重重的耳光 他顶着一个大大的巴掌印 发了火 你怎么不知好歹呢 我仰起巴掌 你现在还信不信 他咬了咬牙 气急败坏 想要打回来 我早有防备 直接捏住他的手腕 狠狠往前一推 他整个人跌倒在地上 一声重响后 摔得整张脸发白 三 我爸也回来了 听见动静 他和我妈赶紧过来 看见这一幕 都傻了眼 你们竟然打架 顾小然赶紧摇头 没有 我是不小心摔倒的 不怪姐姐 我抱着臂 蔑视着他 他才不是不小心摔倒的 是我推的 他来找我麻烦 这是自不量力 早知道不是我对手 还来自取其辱干什么 爸妈沉默了一会儿 竟然对着我温和的笑 我们就是担心 你在孤儿院里 养成了软弱的性子 看见你能保护自己 爸爸妈妈也就放心了 我妈甚至还拉着 我的手左看右看 你没把自己弄疼吧 还狼狈地躺在地上的 顾小然后槽牙 都快要咬碎了 爸妈 你们怎么弄这样 就算是要关心姐姐 也不能对我不管不顾啊 难道看不出来 我才是弱势的那方吗 爸妈的反应 让我很是吃惊 这里是你姐姐房间门口 如果不是你主动过来找事 她会打你吗 说了多少次了 你姐姐以前辛苦 你应该照顾她 对她包容一些 你怎么正不懂事呢 我觉得好笑 在系统的作用下 爸妈反倒长了两双 火眼金睛 顾小然亮亮呛呛站起来 咬着唇 委屈地回了房间 你别和你妹妹一般计较 都怪我们 是我们把她给惯坏了 既然你已经回到了我们身边 我们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的 爸妈安慰着我 为了弥补自己内心的愧疚 还大方地给了我一张卡 这里头有三千万 你想买点什么就买 钱花光了 再来找爸爸妈妈要 我收下卡 冷漠已对 哦 四 为了重新让爸妈 对我好感倍增 从而转移到自己身上 顾小然也是煞费苦心 爸妈 这是姐姐给你们做的饭菜 她知道你们喜欢喝鱼汤 特地熬了五个小时 她端出一锅汤 对着爸妈笑 爸妈反应不多 淡淡道 这种事情 就让保姆去做就可以了 我笑了 反手直接将鱼汤打翻在地 这不是我包的 明明就是你自己做的 你就是想让爸妈 觉得我刻意讨好 锦小慎微 你想让我自卑对不对 你真是好心机呀 是不是看我回来以后 爸妈对我越来越好 你怕我夺走你的宠爱 所以刻意攻心 想让我性格缺陷 让爸妈扫地出门是不是 我没有被迫害妄想症 但胡扯还是有一套的 而面对我狂风暴雨般的发疯 爸妈却表现得很是满意 他们不耐烦地扫了一眼 顾小然 小然 爸妈说过了 对你和姐姐都是一样的 你别再这么幼稚了 我只是想帮帮姐姐 让你们更爱她一点 才不是用什么手段 我冷哼一声 挑眉看她 我是爸妈的亲生女儿 这世界上有不爱孩子的父母吗 你是在质疑爸妈 还是觉得我不配被爱 妹妹 你是在看不起我吗 顾小然顿了半秒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她是什么意思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她的系统 爸妈的思想早就不正常了 他们会联合发生的事情 做出相反的反应 小然 你这次太过分了 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赶紧给你姐姐道歉 否则 你就给我滚 顾小然脸色又青又白 过了好一会才咬牙 对不起 姐姐 我甩了一个白眼给她 对不起有用的话 还制定法律干什么 爸妈 这种事情如果不给她一点惩罚 她是不会知道错误的 下次还是继续伤害我 那道歉又有什么意义呢 爸妈丝毫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对 小然最近是越来越不懂事了 应该惩罚 就罚她一个月的零花钱吧 我不在意的耸耸间 爸妈就直接没收了她的银行卡 五 学校里 爸妈不在 顾小然拦住了我 顾安然 你是什么意思 我好心对你 你让爸妈扣我的零花钱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她用伪装出来的真挚眼神看着我 刻意瞪大眼睛 想要看起来更真实一些 我冷笑一声 怎么 是你在我家要饭的时间太久了 觉得理所当然了 你又不是我爸妈亲生的 不过运气好一点 被当成我的替代品养了这么多年 真以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应得的了 以前你在我爸妈那里拿了多少东西 以后就得拖出来多少 爸妈没在 她也顾不得装绿茶 脸一沉 顾安然 是你自己给脸不要脸的 你别以为你是亲生的 就有多高人意的 我吃笑一声 总比你这个冒牌的好 她气得翻白眼 转身就走了 不少同学依旧围在顾安然身边 时不时的看向我 露出嘲笑的表情 你这个姐姐 还真是从山里回来的 性格是挺孤僻的 还是首富女儿呢 怎么一股小家子气 到现在 都还没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呢 是啊 你虽然是个养女 但是气度不知道 比她一个亲生的要好上多少倍 对了 小然 上次我跟你说的事情 你跟叔叔阿姨讲过了吗 只要他们肯花一点点钱投资 我们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的 从转学到这学校开始 我几乎就没看过什么好脸色 我记得 开学的第一天 大家在听说我的父母是首富富富时 分明还热情的来跟我打招呼 带着我熟悉环境 可是后来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们对我的敌意突然就大了起来 现在想来 除了顾小然 还有谁有理由在背后抹黑我 让周围的人孤立我 可笑的是 每每同学们嘲讽我 他还会满脸慈悲安慰我 错的是他们 又不是你 这些都是虚幻的 只要你能熬过去 让爸妈喜欢你 对你好 别人也会慢慢尊重你的 姐姐 忍耐一下吧 很快就会过去了 是啊 很快就过去了 我在学校里被排挤 辛辛苦苦讨好爸妈 却被他的系统窃取了好感度 最后 我被赶出家门 成为豪门千金少爷们 茶余饭后的笑谈 他们说 孤儿院里养了那么多年 早就是孤儿了 就算是穿上龙袍 也不像是太子了 他命剑 本身就不配成为首富千金 生来就是当乞丐的命 就这样 他还不肯放过我 他真的挖去了我的双眼 将我扔在闹市 在人来人往之中 靠着别人的残羹圣范 度过了极其悲惨的一生 现在 我要彻底疯狂 抄起桌上的书本 朝着顾小然那边砸了过去 背后说人有什么意思 怎么不当着我的面说 哦 我忘记了 你们是想要巴结顾小然 这个首富千金 所以捧一彩一是 再好不过的方式了 但是 你们可以别巴结错了人 我回来之后 我爸妈可就没怎么管他 这个养女龙 到现在 就是连零花钱都不给他了 他在我爸妈心中的分量 就跟养着玩的猫狗 没什么区别 心情好的时候 逗弄几下 心情不好了 随时扔去流浪 书本正中顾小然的额头 他还没来得及发火 听见我的话 顿时猛拍了桌子 顾安然 你 你太嚣张了 六 不嚣张 怎么能对得起重生的机会 我冷笑 怎么 被我戳中痛处了 难道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 你以为你这么做下去 爸妈还能忍得了你多久 他们不过是现在对你 尚且还有几分愧疚 等他们看清了你的本质 一定会把你扫地出门的 我冷哼一声 自欺欺人 爸妈对你是什么态度 你自己心里没数是吧 你还在同学面前装什么老大 你一个冒牌货 身上连几万块都掏不出来 还好意思装首付千金 他脸一阵红 你 你胡说 我嘴角一勾 嘲讽道 那你给我们看看银行卡余额呀 他们想要巴结你 你也得拿点实力出来看看啊 众人满眼期待看着他 可是他捏手捏脚 掏了半天手机 干脆将手机摔在地上 是你 是你设计让爸妈没收了我的零花钱 我不是掏不出来 只是因为被爸妈没收了而已 你们不要相信他的话 我没有骗你妈 爸妈真的是爱我的 我冷笑道 冒牌货就低调一些 免得现在被拆穿 不仅自己尴尬 也含了多少狗腿子的心啊 他脸憋得通红 半赏 恨恨地瞪了我一眼 转身跑了出去 但我的眼神也瞬间变了 哎 幸好我没跟着你们一起巴结顾小然 也没欺负顾安然 我就说 首富夫妻怎么可能不爱亲生的 反倒喜欢领养的 我服了这蠢货 自己不被首富喜欢 怎么不早说 害得我帮着他骂了这么久的顾安然 现在得罪了真千斤 我爸的生意还有救吗 安然啊 从第一次见面 我就觉得你好漂亮啊 不愧是你爸爸妈妈的孩子 精英优秀就是不一样 安然 你还记得吗 第一次来学校 还是我带你去的食堂呢 以前多有得罪 安然 那都是顾小然让我们干的 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 我朝着他们微微一笑 怎么会呢 我知道你们的苦衷 大家都是同学嘛 没必要闹得太难看 其实 他们的虚伪一眼就能看穿 但我还需要他们 替我做一些事情 做那些 上一世他们替顾小然做过的事 七 是啊 我当然不喜欢顾小然了 她又不是我爸妈亲生的 拿着我家的钱 在外装千金 谁会喜欢 好在我爸妈现在也不喜欢她了 他们说 一旦顾小然成年了 就把她赶出去 我就是讨厌她 我恨不得顾小然天天都过不安宁 我和那些视力眼的同学们打成一片 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所顾忌 我根本不担心 这些话传到我爸妈耳朵里 这些同学上学无所事事 整天就想着 如何勾搭上比自己更厉害的千金少爷 首付真千金的话 那就是圣旨 就在第二节课间 张兰假装无意地碰到了顾小然桌上的水杯 刚刚接好的开水 悉数泼在她手上 啊 一声尖叫 顾小然惊慌地看着自己被烫伤的手臂 红了眼 因为疼痛掉了眼泪 你干什么 我水杯放在桌子中间你都能弄倒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张兰笑容很贱 哎哟 这都被你给发现了 顾小然咬着牙 你有病啊 没事拖我干嘛 张兰怂怂肩 看你不顺眼了 这么趾高气扬干什么 山姬又想装凤凰 顾小然气得抬手 想要打她 张兰猛然推了她一把 她一屁股坐在地上 受伤的那只手被重重压在身下 血肉模糊 她大哭起来 我知道你们拜高踩低 我回去告诉爸妈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呸 另一个和张兰关系很好的女同学 朝着她竖起中指 骗谁呢你 我让你帮忙办的是 你是拖了一天又一天 搞半天原来是你根本就不配 在首服夫妇面前说话 这会儿还跟我装什么 黑老娘以前对你那么好 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你给我等着 只要你没转学 老娘不玩死你 眼看着这些曾经围在自己桌子前 对着自己谄媚讨好的人 此刻竟然骑在了自己头上 顾小然彻底爆发 她疯狂地用脚去踢周围 所有能踢到的东西 水料竟然踢倒了桌子 一声闷哼 她竟然被压晕了过去 所有人都默示着这一切 一直到快要上课 老师才将她送去了医院 爸 晚上 司机将我接到了医院 顾小然躺在床上 爸妈的表情不是担忧 竟然是焦急 小然 你跟大妈说啊 你到底是怎么了 就算是自己摔的 也不至于摔晕过去吧 是不是学校里有同学欺负你 你告诉爸爸妈妈 我们一定不会让你白白受伤的 而顾小然 表情比吃了苍蝇还难看 没有 就是我自己摔的 我有些感动 即便是我让人把她欺负成这样了 她也依旧为我着想 不愿意供出我这个罪魁祸首 有一个如此懂事温柔的妹妹 我也不想辜负她 我坦言道 她的确是被班上的同学欺负成这样的 爸妈勃然大怒 是谁 我满脸无所谓 是我 爸妈愣住了 我缓缓说道 没什么原因 单纯就是看不惯她 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凭什么同学们都围着她转 是她抢走了我的爸妈 我的同学属于我的荣耀 所以我气不过 就让人把她欺负成这样了 要是还有下次 我照样还会欺负她的 下次可不是晕过去这么简单了 一通胡说八道 爸妈却满脸怜爱的看着我 这样的话 倒也是情有可原了 爸妈是爱你的 你不用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压力 这样吧 爸妈抽红带着你出去玩几天 就带你一个 顾小然气得又要晕过去了 爸妈 没事的 我能理解姐姐 爸妈却甩给她一个冷冷的眼神 我说你也是的 你姐姐这么孤单 你也不知道分几个朋友给她 我们平时怎么跟你说的 全都抛着脑后了 你今天晕过去 也是你自作自受 怎么就那么自私呢 爸妈的三观 已经彻底被系统给带偏了 越是表现得不懂事 越能让他们喜欢 顾小然很清楚这一切 急切地想要为我辩解 但爸妈对她的厌恶 似乎已经堆积很深 没再给她这个机会 够了 你好好休息吧 这几天 我们派保姆过来照顾你 你安静思过吧 顾小然眼里的阴毒一闪而过 死死地拽住被子 九 这件事情过后 张岚两个人都被我给保了下来 没有受到首付的惩罚 这也侧面验证了一件事 顾小然在我爸妈心中的分量 好像的确微乎其微 所以过后在学校里 顾小然遭到了更残酷的对待 啊 她的一天是伴随着一声尖叫开始的 几个长相丑陋 皮肤上冒出毒液的癞蛤蟆 从她的书桌里突然跳到她脸上 她像是触电一般疯狂抽搐 半晌才将癞蛤蟆赶走 她跑去垃圾桶旁边一阵干呕 有人一脚将她踹了进去 啊 又是一声尖叫 她漂亮的公主裙上沾满了污渍 浑身散发着恶臭 你们 你们欺人太甚了 班级里的人轰笑起来 欺人太甚 你以前装千金骗我们的时候 就不算欺人太甚 谁让你那么虚荣呢 骗我们对你好 以前从我们这里拿走的东西 我们是要慢慢要回来的 你呀 冒牌货就应该待在垃圾桶里面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 赶紧去几个人啊 别让她出来 出来就不好玩了 她那么脏 靠近她时不之内我就快吐了 谁还敢去 但还是有壮士的 他们撸起袖子 捂着鼻子过去 硬生生将她又塞回了垃圾桶里面 盖上了盖子 里面的人疯狂挣扎 但无济于事 过了三分钟左右 顾小然嚎啕大哭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绝对不会 她的哭声撕心裂肺 但我却一点也不觉得心疼 上一试 我不也是这样 对关在垃圾桶里面的吗 十分钟后 老师来了 同学们回到座位上 她也没有主动出来 等老师发现她的时候 她整个人木讷地瞪着眼 嘴角勾起诡异的弧度 她的视线穿过所有人 静止射入我的眼睛 她缓缓走了出来 带着一身的恶臭到我面前 顾安然 我最不会放过的 就是你 十 过后的一周 我发现 爸妈对我的态度 似乎有些轻微的转变 一直到我那天 在他们房间外面 听见他们和顾小然的对话 你是说 你姐姐为了给你妈妈 准备生日礼物 竟然花了那么多心思 亲自去美容基地 用了一周时间 给她调成了这盒面膜 顾小然温声细语 嗯 姐姐可有心了呢 因为我不小心 忘记了妈妈的生日 所以没准备什么礼物 所以 她让我假装 是自己送给你们的 我忘记妈妈的生日 就已经很过分了 怎么还能抢姐姐的功劳呢 但我也不想辜负 姐姐的一片心意 所以 如果姐姐问起来 你们就说是 我的送的就好了 爸妈沉默了片赏 答应了下来 怪不得呢 怪不得爸妈最近 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淡 原来 是顾小然偷偷在背地里 替我讨好他们 我粗鲁地推开房门 房里的三个人 同时看向我 这哪里是我送给爸妈的 这不就是 你自己送的吗 你为什么要假借 我的名义送出去 你是不是嫌弃我不懂事 不知道在妈妈的生日上 送礼物 想借着这件事 给你自己拉好感 好友朝一日 窜夺着爸妈 把我扫地出门 顾小然 你凭什么替我做主 我才是爸妈的亲生女儿 演一个只知道 大呼小叫没脑子的大小姐 这易如反掌 不出意料 爸妈眉头紧紧引成一团 因为我的表现 太过令人厌恶 系统又将这厌恶百分百 转移到顾小然身上 他们有色眼镜 多数太深 甚至都没细想 直接对顾小然发了火 你为什么要骗我们 莫名其妙的 这有意思吗 你凭什么替你姐姐做决定 我发现你现在 是越来越奇怪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顾小然不甘心地看着我 又尴尬地朝着爸妈笑 我 我也是好心 未免再度发生意外 我抬起手 当着爸妈的面 赏了顾小然一个重重的巴掌 你以后不许 再替我决定知道了吗 突如其来的一幕 爸妈愣在原地 顾小然也捂着脸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我吃笑 直接指着门口 赶紧给我滚 从这家里滚出去 顾小然眼睛一狠 哇呀叫了一声 朝着我扑了过来 爸妈眼急手快 一把将她拎住 语气冰冷到了极致 你想干什么 顾小然红着眼睛 她打我就可以 我打她就不行 你们要不要这么偏心 爸妈此刻对她的厌恶值 已经达到了顶峰 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我们哪里偏心了 难道不是因为 你一次又一次地 试探我们的底线吗 顾小然 这么多年 我们也按照法律规定 给够了你抚养费 果然 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是养不熟的 你走吧 从今以后 别在我们面前出现 11 顾小然绑定的系统 只能将爸妈 对我的感觉转移到她身上 却不能将自己的好感 转移到我身上 原本爸妈在系统的影响下 已经看她很不顺眼 如今她没控制好 自己的情绪 在爸妈面前动手 变成了导火索 爸妈彻底爆发 拉着她的手往外面拽 她不肯离开 抓住门槛死活不松手 保姆 去 把保镖给我叫过来 保姆听话地 叫来了几个壮汉 他们一人挟持住 顾小然的一只手 将她拖出了门 像丢垃圾一样丢在门口 大门关上了 而顾小然 声嘶力竭地喊叫 还在继续 爸妈 你们养了我这么多年 难道真的要为了她抛弃我吗 我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讨厌 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爸妈 你们不要抛弃我好不好 我以后一定安分手挤 我只想要一个家 她在门口哭喊了很久 可是爸妈始终没有 回心转意的意思 真没想到养成了这个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 她明明也没做什么 可就是特别讨厌她 算了 这都是她自己做的 我们已经人之一尽了 谁也怪不了我们 最后 离开了家 第二天 我却还是在学校里见到了她 也不知道 昨夜是在哪里过夜 她看起来皱巴巴的 像是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她无精打采地坐在位置上 不理会其他人的骚扰和嘲笑 一直到我的出现 她双眸忽然迸发出光芒 不安然 我挑眉看着她 她忽然冲了过来 将我拽出了教室 在走廊的一角 她疯狂的双眸里 情愫复杂浓郁 你 是不是知道了系统的事情 不然 你为什么突然性情大变 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讨好爸妈的吗 你一定知道了 我抱着臂 点了点头 没错 我是知道了 那又怎样 你现在明白了 又有什么用 你已经被赶出家门了 你本来就不属于我家知道吗 她恶狠狠地看着我 你为什么要夺走我的一切 你为什么要回来 你明明就已经失踪了 我都已经变成人人崇拜的首付千金了 你回来了 你毁了我的一切 系统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 被赶出家门的应该是你才对 你为什么会知道系统 为什么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我要杀了你 她忽然张开双手 照着我的脖子掐了过来 我往旁边一躲 她迅速追了过来 此刻的她已经失去了所有理智 我知道和她硬碰硬并没有什么胜算 不过 一直躲在教室里看热闹的狗腿子们 很快就赶了过来 你设什么东西 竟然还敢打安然姐 我们早就知道你被顾家赶出来了 还敢跟真千金发脾气 他们一人一脚踹在顾小然身上 她无数次跌倒 却又不知疼痛地站起来 朝着我扑过来 再跌倒 再站起来 过了十几分钟 她最后一次被踹倒 她闭上了眼睛 又被送去了医院 12 医生给出了判定 她浑身多处损伤 脑子也被踹了无数脚 脑针当时不可避免了 目前已经失忆 并且经过检查 她大脑的损伤很严重 可能会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 她痴痴呆呆地坐在床上 看着外面的风景 时而大笑起来 时而又低头哭泣 即便是看见了我 她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像是看着空气 直到我的走近 我怎么看你好熟悉 我缓缓拉着她的手 我是你的姐姐呀 走 我带你回家 她坐在轮椅上 被我推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 最后 在一条小巷子口 停了下来 她迷茫地看着我 姐姐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呀 透过她的脸 我看到了前世的自己 在被爸妈从家里赶出来之后 我也是被一群小混混打断了腿 她也是将我从医院里推了出来 停在这条小巷子面前 她毫不犹豫地将我推了进去 丢弃在这鱼笼混杂的地方 在某些恶人眼里 我的双腿残废变成了天然的优势 为了让我看起来更可怜一点 我的双眼被挖去 沦为他们赚钱的工具 我沿街乞讨 暗无天日 现在 我奋力将手中的轮椅移推 她慌乱地看着周围那些人 快要将她吃掉的眼神 姐姐 救我 救我呀 和我前世如出一辙的求救声 也同样得不到任何的回答 13 一年后 我在闹市上 看见一个很可怜的乞丐 她双眼都被挖去 双腿以极其怪异的姿势蜷缩成一团 她面前摆了一个破碗 和零零散散的小个钞票 她那张美丽但满是污垢的脸 轻轻张开了嘴 求求你们 各位好心人 给我点钱吧 我已经很多天没有吃饭了 我不想饿死 我想活着 人们都怜悯地看着她 我从她面前走过 扔下了几枚硬币和几句话 你知道吗 你本身就应该跪在这里要饭 从前你要走的东西太多了 以至于高傲地以为 都是理所当然的 从今以后 其妙就死了 法医检查 竟然是自然死亡 没有他人谋杀的痕迹 只有我知道 她是被系统抹杀了 我成了首富家唯一的千金 从今以后 我的人生不会再有任何的风雨 我终于拿回了 属于自己的未来 晚安